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今天继续来延伸谈谈为什么美国要先提这场几乎跟贸易没有太大关联的一个战争 开始之前请各位先按下订阅跟赞的按钮 这样老师以后更新的时候 你才能获得通知哦 中美贸易战现在的战火已经不再隐晦了 随着美国的战鼓雷动 中国的大红旗也再度遍地兴起 这场战火已经不再是我们之前熟知的仅仅限于美国贸易之间的奇遇 或是观念与种族的差异 现在双方的想法已经去一致化了 美国跟中国之间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场战争中挺立而善 另一个就是得俯首称臣 在这个前提之下 任何的谈判都会变成必须让对方签订的上权辱国的条件 那不可了 贸易战会不会在这六月份的时候 随着川习会而结束呢? 如果是那就代表美国的政府内部已经发生了经济崩盘的危机 如果延迟下去必定是全球一起拉着陪葬 而老师认为战线可能会继续稍微这么一样的延长下去 因为美国在五月二十二日的时候 已经开始在美国的大学里面驱逐了中国籍的教授以及研究人员 也包含了博士生,并限令他们30天之内要驱逐出境 如果美国已经打算在新的一团谈判里面来指战 那根本就不需要让Google进入战场 也无需做出学术性的驱逐 美国要的一场类似白人至上的新白美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都知道其因是谁?华为!华为真的是他的问题吗? 其实老是在观察,华为他其实只是一个弃子 一个板机 华为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个不能让的精神象征 如果华为守不住 那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亚洲,包含东南亚 都将成为美国刀主下的鱼肉 无论中国、台湾、伊朗甚至马来西亚、泰国都将成为美国攻击的目标 谁不把家乡里面的家当,还有老婆孩子送给美国当奴隶 谁就得受美国的影响 让政局不稳 让战火再起 为什么老师会这么说呢? 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的觉醒,为总的主要的因素 各位在这场战争中 我们认为美国的压力来自于中国的崛起 其实老师是这么认为的 他这个只是一个代名词而已 美国害怕的是亚洲黄皮肤的血统 会取代美国成为科技与军事的强国 如果美国失去了科技与军事 那美国就只剩下农产品这个强项了 当第一强国换人座的时候 美元也慢慢不再将是世界的共通货币 而这个美联储也是首当其中受害最深的单位 为什么是单位? 记得回去看老师之前的上一集的第六集哦 他们再也无法掌握了世界的经济 未来共通的货币可能会从美元转换成为亚元 而欧洲又一向安于这个另外三分之一的地球 爆成团 在德国的邻居之下的欧盟 无论任何状况 他们都会抱在一起 届时在这场贸易战里面 假设败下阵来的是美国 那美国真的会输的脱了裤子 所以无论美国现在内部 无论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 对于这场压制中国的战役 目前没有更多的旗舰 原因就在这里了 这个论点 老师认为 他还是基于5G的科技力量的崛起 而不是是说大家台面所讲的 贸易逆差有多严重 你买的美国农产品太少 你卖美国东西太多 这种小鼻子小眼睛的问题了 这场贸易战 美国不能输 是因为中国的科技战 一旦完成了 美国就只剩下掀起 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选择 其他他没有更好的路了 为什么老师这么讲 来我们今天顺带谈谈我们的5G 5G 它不只是一个网络通讯的一个技术 在现在我们都用4G了 4G的行动装置 包含了平板也包含了我们手机 可以在完美的静态传输状况之下 就是定点传输最好最完美的状况之下 他最高可以达到1G的传输速度 这是什么样的速度呢? 就是一整部的韩剧 大概一秒钟就可以下载完成 那当然如果在动态的 比如说像我们用手机呀 我们走来走去 或是在开车 好在任何状况之下 他也可以达到最高100M的传输速度 那代表是说无论你是网路追剧 或是做任何事情 影音的部分 就像你看电视一样啊 就是比较不会有Lag的状况 这个就是4G 5G实在就不一样了 5G的速度就是4G的10到100倍的速度 最少10倍 最快的完美状态 可以达到100倍 而网路延迟的Lag速度只有4G的三十分之一 在这种状况之下 整个世界距离会比过去更加的接近 比如说像我们的视讯面谈 然后直接网路对台直播什么的 会进入极少的延迟 就跟真正面对面已经不会有差很多了 但是这么好的事情 为什么美国要禁止中国领先 技术推出来了 那华为也会在美国建设啊 只要付钱 大家都可以5G可以用 何乐不为呢 其实美国要打压华为的不是5G 而是美国不但华为不但有了5G的技术 而且已经在研发6G了 这个状况之下 对美国是万分不利的 所以美国必须把全国之力都来围堵中国 如果中国不倒 美国就完蛋了 这里我们要先讲一下 美国他一直认为是他用明目张是什么呢 中国盗用美国的技术而研发出来的5G 对他们的这次贸易战的标题 来掀起这场不是很正规的贸易战 而中国真的是盗用美国的技术吗 老师讲一下 其实4G跟5G 他一个是一个完全不能说是同一个级别的技术了 他是属于一个科技的奇异点 也有什么呢 他是属于一个跳跃式的一个成长 他不是一个叠加式的技术 他是一个跳跃式的成长 就像是什么 就像是从脚达特时代突然进入到摩托车了 我们都是使用轮子也都是用齿轮也都是用链条去传输 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不是叠加式的进一步 几乎是用跳跃式的进步了 如果5G都已经是这个分水岭了 那研发中的6G那就已经是无法想象的地步了 那么5G是华为首先发明的吗? 也不是在2013年韩国的三星就已经发表了5G的应用晶片了 而技术层面而言 华为跟三星可以大概差不多是个伯仲之间 但是华为在中国政府的培植之下 2016年就已经率先将5G的部件逐步落实在实体应用上面 让整个5G的生态网络走向了实际的应用 而美国一直处于什么地位呢 养尊处优的地位 抱持的科技大厂 英泰尔在我这边 IBM在我这边 什么的ARM都在我这边 那我有这样的优势 那你们去研发小技术 你们再怎么样 你都得跟我买技术吧 没有美国 你们也没办法独立完成这件事 所以是说我老臣在在吧 等你们 但是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呢 可能是情报的外露 或者是各种原因 中国有自主系统与设计晶片能力 让美国的情报单位知道了 这种激进 忤逆美国帝国的台面下动作 让美国政府大动肝火 就首先的对谁开刀 中兴通讯开了刀 这个世界一发展的结果 造成了什么? 中兴科技签订了近乎上权辱国的条约 美国身为上游供货商 居然可以进入中兴公司里面查账 而且可以要求中兴科技所有等件事改选 然后再罚你13亿美元 因为你不遵守美国的法律 再把中兴跟美国买来的东西 卖给第三世界 那当然他就要这样子 以此来惩罚你 所以说美国可以进入中国内部的企业内部 给你做清算斗争 而且美国参议院也支持川普不要放松对中兴的制裁 要把中兴一次掏空的意味是很浓厚的 这就像什么? 我们讲这些有点偏离了 但是我们讲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去比拟好了 这就像什么? 这就像你去超市买了一盒鸡蛋 做了一份什么?红萝卜炒蛋 然后隔壁老王说 哎 你有炒一份红萝卜炒蛋 那我来给你买一份吧 然后呢 你也卖给他了 超市之道冲去你家 问你 你为什么卖给隔壁老王? 老王是我们超市的黑名单了 你竟然把这个蛋加工的给他吃 这样不行 我要罚你钱 然后呢 你家家长要换人当 而且你家以后所有的伙食费的编列 你都要先跟超市超市报备 你没有先跟他讲 他以后不让你进超市 像这种状况 合理吗? 美国的合理就是这样子 在这种状况之下 就已经是给华为杀鸡儆猴了 已经明白的告诉你 你敢反抗美国 忠心就是你的下场 为了避免你太笨 听不懂 所以说他先抓了孟晚舟 让你明白明白 正不许你的 你不能做 回到美国方面的主轴 5G跟6G之间 之所以让美国恐惧的原因 不是因为网路可以跑很快 看片很方便这种鳥事 而是这种技术可以广泛运用在军事方面 例如你因为这样的技术突破 你可以研发出什么? 无人坦克 无人战斗机 无人快艇 甚至无人机器人 过去受限于无线网路传输的速率 跟他延迟的速度 已经可以大幅克制的这个障碍 所以说美国还继续打算直接封杀了来自中国的大疆无人机的业务 其实他也是惧怕中国可以轻易的透过这种无人机进行大规模的攻击 然后他们还不用损失兵力 哦 那其实怎么这样说不会损失兵力呢 我们来用一个现实方面的事情来举例 就好像我们过去所知道的日本机器人动画 例如无敌铁金刚 例如钢弹 钢达姆或是EVA的那个初号机系列 都是采取什么?驾驶人当着核心来思考 为什么一定要驾驶员呢? 因为如果你用远端的网路去遥控这种大型兵器 他不是像遥控那种遥控汽车一样 这么样的简单 他传说的指令会十分的复杂 而且影像必须积极或临时差的传递给操作者才行 不然人家都已经飞弹都要打到你身上了 然后你所收到引擎还在别人准备瞄准你 更别说你想要逃跑了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在任何的战争里面最昂贵的 不是那些枪炮弹药 最昂贵的是人力 设备爆炸可以损坏 可以什么都可以都没关系 都可以不要了 只要老兵还在 人力还在 兵力还在 就没有问题 这个兵力只要对国家保持了忠心 你就可以代罪立功继续上场杀敌 为什么? 因为你要培养一个熟练的士兵 首先你得让他出生长大 然后读书四字 16岁 这等他16年以后才能开始训练 然后这样子的年轻的士兵 你没经过三年五年的实战 你不可能独当一面 所以说在战场上一个熟练的老兵 是战场上最珍贵的资源 而5G跟落实6G的研发 美国并没有很深刻在其中 这个可以让士兵都可以躲在基地里面 就可以把战车当成打游戏 疫情战车直接开出去 毁了你的基地 他还不用死一个人 更不用怕这些士兵在战场上可以倒戈回去 为什么? 因为他人根本还在基地里面 辅导长跟士官长就在你后面 你敢倒戈 脑袋就先开花了 当然还有什么 5G以上的网路力量 还不至于此 当这个技术一成熟之后 硬碟的存在就是小菜一碟了 为什么? 因为所有资料 他不见得一定要存在你的实体面前的硬碟里面 他可能可以出现到你网路上的另外的资料库中 过去我们玩游戏都需要由游戏基本上 比如说像PS 他一定要大流量硬碟 你才可以装得下游戏 但是5G以上的技术 你连下载游戏都不用了 直接在网路上就可以玩 不用再去买昂贵 而且复杂的主机 几乎你只要有一个电脑 有客户端 你就可以使用任何资料 任何软体 这些软体的直接架构在云端网路上面 直接使用影像也直接回传 你想玩恶魔猎人吗? 直接打开萤幕就可以玩了 这也代表整个国家的科技应用度也会大幅的提升 再融合了什么?区块链的概念 让整个数据跟情报难以作伪造了 所有交易的资讯 都会像即时公开的方式记录在区块链里面 对一个正常的国家跟社会 这其实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世界的黑暗面 比如说毒品跟军火的交易 见不得人的交易 那钞票才是最好用的 但是这种技术 一旦是由中国或是亚洲所掌握 这对美国根本就是一场灾难 不只是灾难 已经是毁灭性的灾难 那如果对于像什么瑞典或丹麦这种 已经是无钞票化的国家 没有任何不变 反而让政府可以怎么样 掌握所有人的财产 跑漏税很难 你想领钞票 你有毛病吗 你要钞票去付钱 人家还不收呢 所以这场战争是真的美国所谓的不公平贸易所掀起的战争吗 不 如果是这样 美国不会让英特大厂 甚至Google都加入了战局 连Google都不反抗 为什么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跟这些所谓的贸易逆差 占不上太大的便利 整场贸易所受损失的 稍微有点稍微概念的 都知道远远超过他所克征的3500亿美元的关税 更甚至让美国的农业整个大萧条 甚至大量破产 他也在所不惜 在这场战争中存亡则此寒 可惜的是当我们台湾的政府还在掩盖不让这些新闻播放影响全球经济大事的近战 还在乐而其间说 不断有资金回来台湾 而且不断只会去宣扬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新闻 就什么呢 韩国医会喝酒 蔡英文跟赖清德小半嘴 以及某某县市的夫妻吵架 还惊动了几方到场了解 这样子的新闻 台湾的百姓 他自己都已经暴露在什么地方高辅射的环境下了 这个世界的危险度已经提高了非常多了 然后我们台湾的同胞还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 还在庆幸美国去伸手制裁中国的同时 却也没有明白 如果这个制裁一直下去 台积电连电的这些大厂将也会很容易的面临到垮台 为什么?因为美国从来不会帮你吸收关税 而我们的代工厂资本的再大,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唯利 绝对超过20% 绝对远远超过我们的利润 那这样下去台积电一倒 那世界又该怎么办呢?台湾又会变得什么样子呢? 在中国大陆有一句话说 一次失败退回解放前 台湾呢 一次失败 你就要退回大清朝了 一片都要变成掉逼了 这是老师为人手提吗? 是老师在胡说八道唱吹台湾吗? 你一个台湾一个国家 你需要烧煤才有电可以用的国家 你跟别人谈什么竞争力呢?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下方有老师推荐的视频列表 欢迎新朋友观看老朋友回顾 也许大家希望分享出去这个视频 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知道这场极大影响的战争 会对我们的身边造成有多大的影响 若是你需要老师专业的命理咨询服务 在视频列表最下方 有老师联系方式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